而針對五到十一歲兒童疫苗接種規劃 臺北市政府安排在各校接種 那麼預計六月三號前全面打完 不過今天指揮中心則宣布 將在六都加設兒童疫苗大型接種站 臺北市的場地就在自由廣場 不過對於這樣的規劃臨時加進來的 讓臺北市長柯文哲高分被炮轟中央 直指自由廣場有很多快篩陽性的民眾 他們完全不建議小朋友跑到這邊打疫苗 一針快速打下不時傳來孩子的哭聲 北市BNT兒童疫苗特別門診30號開打 台大醫院大廳一大早就擠滿上百位家長 帶著孩子前來卡位 早打早安心 其實這次北市規劃到6月5號 開放五到十一歲兒童打BNT 共有一萬兩千三百一十個名額 由16家醫院特別門診來處理 另外指揮中心也協助地方政府 從6月1號起設置五到十一歲兒童疫苗 六大接種站 包括台北自由廣場 新北板橋車站 桃園巨蛋體育館 台中科博館 台南勢力圖書總管 高雄展覽館 不過這一番美意卻 台北市政府有沒有得到任何訊息 沒有這個很白痴的命令 台北市長柯文哲先打回票 這話說的相當重 不過看看兒童染疫數字 真的能幸安嗎 有三位這個新增的兒童的重症個案 那都是罹患腦炎或疑似腦炎 不過好消息是三位都已經病狂好轉 已經出院 從今年本土疫情爆發至今 台灣已經累計25例兒童重症個案 當中有14例是腦炎 6例肺炎 2例敗血症 1例笑吼 也累計10例兒童重症後 不幸死亡病例 腦炎依舊5例占最多 疫情不斷升溫 一旦孩子確診 該如何避免病發中重症 成為重重之重 解這麼大